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课程里我们讲了前面的这三盏灯 这节课我们就来重点先讲解一下这个IES也就是光与网灯 这个光与网灯它是一个关于光与网亮度形式的分布表现 它可以存储于外部的IES文件当中 我们可以把外部已经下载好的从网上下载好或者自己制作的一个IES文件 给它进行保存随时可以对它进行来调用 这个IES灯光它可以用来模拟真实漂亮的这个射灯模型 还有这个比如加装工装里面的这个统灯模型都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表现 射灯除了这个聚光灯 在光与网灯里可以选择现应的IES文件来进行一个加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为大家准备的这个IES文件 这个看到的是一个GPG的图片 台这里面综合了20种常见的一个光与网灯 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寻找更多的这样一个IES光与网的一个文件 可以看到有不同种类的光与网类型 这个可以模拟一些射灯以及这边的这些灯光 没有射到地上的可以模拟一些室内的一些这个装饰灯光 是非常漂亮的 同样跟随着这个文件有一个IES文件 这边有大概20款 右键我们看一下属性有这个IES文件 标有这个点IES的文件 就是一个可以制作IES灯光的一个 首先我们在场景里先创建一个场景 绘制一个长方体 推拉一个高度 我们将这个面给它删除 随后我们选择这节课用的这个IES灯光 这个时候当我们点击了这个图像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我们需要来选择这样一个公寓文件 在这我根据这个照片上选择一个 我觉得这个第五款比较不错 我就选择一个五号 点击打开 这个时候先选择IES文件 再在场景里进行一个点击 就进行了创建 但是如果我们创建好之后 需要给它照射在哪里 需要给它一个位置的移动操作 在这我给它向右进行一个移动 同时确定一个势口 我选择动画 添加一个场景 这个时候再来打开这个资源管理器 我们将天光关闭 将这个太阳光关闭 天光也关闭 打开安全框 比例给它做成一个数构图 随后我们将这个渐进式 关掉 采用这个默认式 我们将质量给它调成草稿 这个时候我点击渲染一下 这个时候场景是一片漆黑 没有关系 我们在灯光一栏 给它调整一下这个强度 我们将强度给它调的大一些 这是一个经验值 往后面加一个零 让它变成一万七千的一个强度值 随后点击渲染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场景里就渲染出来 与我们这个GPG图片上的五号灯光 相同的这样一个样子 但是亮度有一些低 可以通过后面的这个强度参数 我给它调成五 再次渲染 这个时候亮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ES这个灯光的相关一些参数 首先这个IES灯光文件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对它的位置进行一个指定 我们可以对已经加载好的IES灯光文件进行一个修改 其次是这个强度按钮 当我们取消勾选 渲染的时候 它就会没有任何效果 当再次进行勾选 渲染的时候 就会显示出相应的灯光效果 同样上方的颜色 它也是控制这个发光的光亮程度 在这我设置为一个冷色 再次进行渲染 以冷色的效果进行显示 当我再次把这个颜色设置为一个暖色 它就以这样一个暖色的效果进行了显示 好了 我把它默认的设置回白色 我们这个强度大小 它不光根据这个数值 如果我确定好了这个这样一个位置 再移动这个IES光一网灯 让它离得强近一点 它所照亮的强度会更加的强 说明我们这个IES灯光 它不仅与强度有关 还与我们距离墙面的这个距离有关 距离越远 光越弱 距离越近 光线越强 同样如果我们把这个灯光 上方的这个位置 给它调到墙的里面去 当我们再次渲染的时候 就不会出现效果 所以大家要注意保证一点 这个模型 不要插到任何这个墙缝当中 不要插到任何的顶部 同样这个它没有不可见的一个选项 默认的不管我们怎么渲染 它都不会渲染出这个 灯光来 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的场景 来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打开这一颗用的这个素材文件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侧 点击黄色按钮来进行下载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这样一个场景 我们点击场景号一 随后打开渲染设置面板 先来查看一下这个参数 首先一个灯光有两个参数 我们给它删除一个参数 首先先要选择看看这两个参数 哪个是对应的场景里的灯光 好了上方这个有显示 所以我们将下方这个给它删除掉 关闭了太阳 太阳灯 也关闭了天光 大小也有了一个设定 这边采用了一个默认式 草稿给它设置为D 在全局照明给它设置为发光贴图 随后我们先进行一个渲染 这个时候场景里就有了这样一个效果 同样的如果我要想更换一下 它的这个参数 想要一盏其他款式的这个光有网灯 也可以在素材这里进行一个加载 我这个19看起来可以 我在这给它加载为19 刚刚我们使用的方法就是在灯光一栏 点击这个IS灯光 在这个文件一栏给它加载 加载一下这个19文件 好在这没有找到这个19文件 说明我们这个19文件出现了丢失 我们再来加载一个别的 加载一个15这样的一个文件 再来完成参数采用一个默认的17000 再次渲染 对比一下就产生了一个 这样的效果 但是这个15它照到了地上 我们看一下这个灯光 是不是也照射到了地上 再次渲染 好了看到地上有一个 这样一个的照射效果 是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效果 同样我把它向右进行一个复制 给它复制的距离较远一些 按住Counter键进行复制 随后再次给它创建一个场景号 我们将复制的这个给它右键 给它新增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样有两个参数分别控制着两个物体 选择下方这个灯给它重命名 我给它命名为右侧 2 随后我给它更改一下 这个IES文件 这次我设置为一个2 这样一个亮度比较强的一个灯光 好我再次渲染 这个时候看到我们场景里 只有两盏这样的灯光 这个2号文件也是符合这样一个灯光的要求 同样我给左边右边两个更换一下颜色 右边的更换为一个冷色 左边的这个 首先是第一个 第一个更换为一个冷色 第二个更换为一个暖色 再次进行渲染 好了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颜色的两个灯光 同时强度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进行控制 在这我先把设置好的这个冷暖灯光给它保存一份 将黄色灯光我给它设置为5 扩大了5倍灯光 再次渲染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光它明显亮了 我给它保存一份 将这个设置为A 将上方的设置为B 我们查看一下 灯光有了一个明显的强度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的IES灯光 同样下方的这个选项一栏 影响慢反射 如果不勾选它就不会渲染出场景里 黄色灯光就会消失 影响高光 当我们场景里有一些高光 有高光参数的材质 包括一些不锈钢等 它就会照射出来这样一个灯光物体 同样阴影是勾选的 如果不勾选 它就不会显得非常真实 好了 这样一个IES灯光 我们就讲解完成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这节课的第二个知识点 泛光灯 我们新建一个场景 说起这个泛光灯 它与我们之前有过一些接触的 球体灯光 有一些相似 它可以用来模拟一些落地灯 台灯等等这样的一个灯光效果 我们同样的给它创建一个场景 以这个人物为比例 给它创建一个 两到三米的这样一个场景 好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 泛光灯 这边 这个有一个太阳的效果 就是泛光灯 刚刚创建的是一个穷顶灯 穷顶灯在下节课我们会进行讲解 我们点击这个 泛光灯 创建完成之后 需要给它移动一下位置 它的位置有一些靠下 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好 这样这个灯光就显示出来了 同样我们打开这个渲染设置 将太阳光 以及这个天光给它关掉 关掉 渐进式采用一个低渲染参数 同样比例设置为一个数构图 方便我们进行观察 将主光线设置为发光贴图 让照片选的柔和一些 随后单击渲染按钮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场景里 没有任何效果 是因为我们这个灯光参数 还没有进行任何的调节 同样第一项是颜色 可以调整灯光的颜色 这个不用多说 下方的这个强度 大家注意一下 它除了控制这个 泛光灯的强度之外 它还用来控制这个 泛光灯的阴影的一个虚边程度 我们先给它设置为300 进行一下渲染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场景里有这样一个效果 我给它保存一份 再给它设置为3000 好 再次保存一份 我们看到这两个灯光 对比一下 除了它们的灯光亮度增强之外 它们的虚边程度 也就是范围也就越大了 当我们把300的参数调整为3000 增加了10倍之后 灯光亮度有了一定的强度上的提高 同样这个灯光所影响的范围 也有了一个调整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虚边的效果 虚边也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同样我将上面的参数 给它设置一个颜色 再次进行渲染 场景里就会设置出这样一个 偏红色的灯光效果 下方的三位我们采用一个默认的灯光就可以 同样在选项以来也有这样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我们之前讲过 一个是影响慢反射 关掉之后 场景里就会一片漆黑 影响高光 这个对于场景中有高反射 高折射物体来说 是必须要进行勾选的 同样阴影 如果我们取消勾选 场景会显得非常不真实 这样这三个选项 一定要勾选 并且保持一个默认就可以了 同样下方的这个影影半径也可以进行调整 调高之后 它的影影参数也会进行跟随着一定的调整 通常这个选项我们都是保持为1 或者是0 上方的这个强度可以用它来控制 它的这个照射的一个范围 我们再来打开一个场景进行一下测试 好 我们期换为一个场景给它先渲染一下 这个时候场景具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采用的这样参数是一个3000 当我给它设置为5万之后再次进行渲染 照射范围明显增强 并且它的大小也有了一定的调整 这样一个曝光程度也会有了一个效果 如果我们想要制作这样的效果 不要采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可以在下边绘制一个圆形 给它一个自发光的材质 如果单纯的采用这样的方法 渲染的时间无疑会增长 这样也不是不可取的 我给它调回来 尽量不要让它调整的爆一些 给它设置为1万 再次进行渲染 通常参数保持在1万的情况下 它就不会照爆 如果1万2000以上 可能会场景中会有过度的曝光 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曝光 有这样的效果 在后期修图里是没有办法进行修整的 效果图我们可以暗一些 但是最好不要有曝光 暗一些的话 还可以通过Photoshop来进行色接 曲线的这样一个调整 好了 通过这个这样一个范光灯 我们知道这个强度参数 它不仅影响的自身强度 它跟那个平面光源也一样 它也会影响这样一个阴影的变化 当它们数值越大 灯光的照亮强度也越强 它的阴影也就越发散 边缘也就会越虚化 好了 接下来讲解后面这个参数 是这个手动调节灯光 我们点击一下 在场景当中有灯光的位置 滑动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参数是1万 随后我们向左向右调整 向右调整 依次减小 向这个上方 从左上 从右上 从右下到左上 这样斜线调整 它会呈现出大小不同的一个状态 通常我向这个右下方调整 它会调低 从左上方调整 它会有一个调高的一个状态 通过这两个方向 我们来可以手动的对它进行一个调节 在这儿我给它调回 调小一些 调到这个1000 再次进行渲染 效果是很低的 突然说我觉得很低了 就不用再次打开这个资源管理器 可以直接在这儿给它调高 再次调高 我这儿调到了3900 再次进行一下渲染 场景里的这个灯光 有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亮 这个是Virifor SketchUp 3.4新增的这样一个功能 除了这个灯光 只要有这个强度参数的其他灯光 都可以采用这样一个灯光调节按钮来进行测试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平面光源 在这创建一个 它有强度参数 我们将这个调节灯光按钮 点击一下 移动到这个场景上 同样也可以对它的亮度进行一个调节 只要有强度参数 都可以采用这个亮光调节按钮来进行一个调整 好了 客厦大家练习一下刚刚讲过的这三个灯光 一个是这个 反光灯还有这个 IES灯光以及这边的这个灯光调节按钮 好了我们本节课程就讲解完成 学设计上虎课网